这是不超高颜值又疯癫到爆的同性题材电影 这样炸裂的剧情没人能猜到结果 这会有小说改编的英国王子 与美国总统之子的甜甜的爱实在太好客 他们从开始讨厌对方到后来互相吸引 最后突破束缚走在一起 这部电影也被评为 十部必看同性题材电影之一 英国王子在雪松下亲吻了美国总统之子后就杳无音信 这段竞技恋似乎画上了句号 可总统之子每日心如乱麻 他多次主动联系王子 可对方仿佛人间消失般电话不接信息不回 面对王子突如其来的冷淡 亚历克斯终于沉不住气 他和诺拉说出了那天亨利吻了他的事 谁知诺拉早就看出两人的小心思 可两人的身份注定这段未曾开始的恋情不会有任何结果 亚历克斯依然迷恋那碗雪松下的吻 诺拉分析多年来 亚历克斯其实一直非常迷恋亨利 亚历克斯也承认自己曾经喜欢过同性 他与高中同学还有一名叫米格尔的政治记者有过交往 亚历克斯决定在下个月迎接英国首相的晚宴中邀请亨利 期盼的日子很快来临 总统母亲和英国首相首先亮相 却始终不见亨利的身影 这时政治记者米格尔问好亚历克斯 但对方却心不在焉 终于等来亨利 亚历克斯的目光完全被他吸引 米格尔一眼看出他们的端倪 亚历克斯嘱咐保镖安排一间屋子与亨利见面 他们来到楼上的红房子里 一进屋亨利就开始道歉 晚会结束后 亨利敲开了亚历克斯的房门 原来亚历克斯从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墨尔本气候大会上就喜欢上亨利 亨利却一直以为对方讨厌他 两人聊起彼此不要太当真 毕竟那么多媒体盯着我们 他们再一次相见是亚历克斯被亨利邀请去温莎观看慈善马球比赛 亨利高大舒展的身姿在众多队友中脱颖而出 急速奔跑和优雅转弯间的神采意义让亚历克斯无法移开他的眼神 亨利控制马儿的精准移动 轻松的像一只言不及意的猎豹 他眼神间一起自信 尤其是在马背上的优雅和潇洒 与生俱来的贵族气息扑面而来 亨利说自己四岁时就意识到所有英国人都知道他的名字 这晚是他们的初夜 亚利克斯时刻关注着亨利的反应 两人的每一不小心翼翼都带着满心欢喜 他们双手缠绕 轻腹柔软发丝后 食指交叉相扣 王子还因紧张特意将为止家族徽章戒指的界面转向调新 回国后总统的换届选举异常艰难 他不能当第一个连任失败的女总统 在内部投票中理查兹的支持率远远超过了母亲 母亲28岁就当选为州议员 当时有15万选民 如今他要面对的是3亿多选 外婆留着母亲第一次竞选的东西 母亲看过亚利克斯写的拉票演讲稿后很是感动 他提出亚利克斯可以去德州拉选票 他兴奋的来到德州积极的投入民众之中 亚利克斯非常期待能够帮母亲提高支持率 他一天只睡几个小时 白天他出路在路边 学校甚至工地中 父母在电视中看到儿子的努力异常欣慰 他发誓不会让母亲失望 米格尔未经亚利克斯同意就声称 他们有改变德州立场的计划 这让亚利克斯非常气愤 这时亨利突然来给亚利克斯一个惊喜 两人回到了亚利克斯的房间 谁知清晨扎赫拉怎么都敲不开房门 他拿出房卡直接进了房间 一番搜索下他听到了衣柜里的声音 炸赫拉被吓得直接说不出话来 总统正式选举的关键时刻 儿子却在这玩花火 何况这里到处都是摄像头 他交代亨利马上离开 两人别在节外生枝 亚利克斯和母亲坦白了和亨利的一切 母亲则表示非常理解 但他也同时希望儿子能注射艾滋病疫苗 父母说服亚利克斯邀请亨利一同来乡下的别墅度假 几个好友同时到来 虽然在保守的英国人眼中同性行为不被人接受 但相比巨大的文化差异下 美国将全民禁忌的同性婚姻转变为合法权利 尤其美国精英阶层更容易接受各种多元化的关系 亨利在无人认识的小酒吧彻底放松下来回归自我 他像个真正的年轻人在舞台上唱起流行歌曲 亚利克斯则内心泛起一阵波澜 他知道一出这座小镇 亨利就又会成为他看起来的王子的样子 亚利克斯提起母亲选举能顺利结束 他希望明年亨利还能来这里待上几周时间 他说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亨利逐渐清醒 他听不清亚利克斯接下来的话 他红了眼眶跳入湖中稀释自己的痛苦 好一阵他才浮出水面 他并未搭理亚利克斯而是独自游向湖边 他又何尝不喜欢和亚利克斯在一起 在这里没有那些繁荣的规则约束 他可以做回本我 然而看着对方一步步深陷爱中 他知道自己的身份给不了亚利克斯太多 深夜亨利不辞而别 他忍住不和亚利克斯再联系 他告诉妹妹他们已经分手 他不想以后伤害到对方 亨利爱惨了亚利克斯 他发起了第一次联系 他主动亲吻了对方 提出马球约会的也是他 但凡他不是王子只是普通人 他都会毫不犹豫的向爱奔赴 而现实中他却是众人仰慕的英国王子 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民众的关注 一旦曝光英国王室一定会被人沦为笑柄 面对亨利的冷漠 亚利克斯每日寝食难安 诺拉建议与其每日胡乱猜测 不如亲自去找亨利 至少会得到答案 半夜亚利克斯飞去了英国 见到亨利的瞬间 被雨水打湿的亚利克斯彻底破防 他说一周前明明我们还很好 可你却不辞而别 我无法像你一样如此迅速地 浇灭心中的爱火 尽管亚利克斯说 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爱着对方 不理会他人 亨利带他来到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小时候父亲经常半夜带他来这里 直到清晨开门前离开 他从幻想长大后 会带着心爱之人来这里在雕塑中跳舞 虽然只是个愚蠢的幻想 亚利克斯却打开手机放出一段音乐 他张开双臂迎接亨利 亨利被皇室和传统束缚 他想要暗又局促不安 最后被勇敢追爱的亚利克斯逼到墙角表露 真心坦然接受一切 亚利克斯帮亨利将零碎的自己拼凑完整不再迷茫 分别前亨利将家族徽章戒指送给亚利克斯为信物 亚利克斯则将度假别墅的钥匙送给亨利 两人刚依依不舍地告别 第二天亨利的邮箱就被黑掉 他和亚利克斯所有往来信件被发到互联网上 竞报和太阳报报道了邮件内容 他们在博物馆的监控录像也被截屏发到网上 以防万一亨利的手机和笔记本都被没收 在母亲换届选举时 这样的信息被曝光无异于一个定时炸弹 原来亚利克斯前男友米格尔是背后的黑手 他做的一切都只为报复亚利克斯 一番权衡下亚利克斯对外正式公布了他们的关系 他们再度见面反而两人放下了一切心理负担 国王依然怀疑这件事的真美 哥哥甚至说亨利不该为美色冲昏头脑而放弃自己的一生 突然国王得知皇宫外几千人在聚集支持王子的行为 且英国很多地方民众都自发组织集会支持王子 国王提醒亨利如果一旦出去将没有任何回头之路 但亨利依然坚定地拉着亚利克斯走了出去 全民欢呼彻底沸腾起来 亨利终于卸下虚伪的外衣成为真实的自己 选举之夜众人都捏把汗 母亲目前的支持率低于竞争对手 德州的投票成为成败的关键 虽然之前亚利克斯曾去德州为母亲拉票取得了很好的支持率 但随着邮件门事件的曝光 没人敢预测最终的结果 看到母亲正在准备败选感谢词 亚利克斯也瞬间泄了起 谁知最终选票揭晓时 母亲竟然反超对手成功连任美国总统 他感谢儿子的真诚帮他赢得了胜利 答谢环节亚利克斯紧紧地握住了亨利的手 此时2023年美国电影《星条红与黄世兰》剧中 尽管这部电影的主要情节是王子的出柜 在诸多西方国家已经存在同性婚姻法的现实背景下 段贝山那样沉重的社会环境早已不是片中主角的最大问题 故事的障碍成为跨种如跨阶层 不要用现实世界中的各种元素和政治去矿定这个电影 虽然有些人喜欢现实世界与影视作品相互印证地去理解一个故事 但有时我们暂且放下那些包袱 全当单纯看一部甜甜的爱情故事也会更加快乐 关注我 好片不迷路 让你解读不一样的爱